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母鸡在靠近帕尔玛城的一座农庄里出生长大 她有个毛病 生出的鸡蛋的蛋壳很容易碎 原因在于其他的母鸡都吃小石子和石灰威力 所以他们生下的鸡蛋壳都结实 而她只吃小麦 高粱和玉米粒 或者吃小虫子 她吃的小虫子有玫瑰色的 黑色的和其他各种颜色的 她从来不吃小石子和石灰威力 因为她消化不了 要是偶然吃下去一颗石子 那石子就整天待在她的胃里了 而且使她整夜合不上眼 所以她生的鸡蛋壳很容易破碎 一天 帕多瓦母鸡听到一位卖鸡蛋的商人 对农庄的女主人抱怨说 有一只母鸡生的蛋太容易破了 每次运输途中都得碎 母鸡听了十分担心 因为她知道 一旦女主人发现了那些蛋壳容易破碎的鸡蛋 都是她生的话 那么很可能就会把它宰了 农庄附近有一家大理石酱铺 一天 母鸡试着去尝大理石粉末 石粉既不好吃也不难吃 但跟小石子和石灰威力一样难消化 第二天 她生下的鸡蛋蛋壳 呈大理石的颜色 外表十分好看 但还是很容易打碎 另有一天 母鸡从石匠铺面前走过时 看到有一桶罐子打开着 上面写有硬化剂的字样 但愿这东西没有毒 可怜的母鸡自言自语道 母鸡在那白色的酱壶状上捉了两三下 原来那是石匠用来沾大理石的沾胶 她随后跑回到鸡舍去 因为要是吃了那东西要死的话 她宁愿死在自己的窝里 也不能死在马路上 她久久地睁着眼睛 等着肚子做痛 最后她睡着了 她一夜睡到大天亮 黎明时 她生了蛋 她不像往常那样提叫 以通知女主人来取蛋 她拿了鸡蛋到一片树丛后面去 母鸡先用嘴捉 然后拿一块石子敲 这一回 她生的蛋可真硬 于是她就把鸡蛋放回鸡舍去 帕多瓦姆鸡生下的蛋 在运输途中没有破碎 它被放在市场的货摊上 让一位工人的妻子捡鸡蛋吃 女人回到家 把所有鸡蛋都放在碗边 她拿起帕多瓦姆鸡生的这个鸡蛋 在碗边一敲 但鸡蛋没有打碎 碗却打碎了 咦 奇怪 女人自言自语 她拿起鸡蛋 在大理石座的桌子脚上敲 大理石被敲掉了一脚 她拿来了锤子 试着用锤子敲鸡蛋 还是敲不碎 于是她把那只蛋放在椅边 因为她不好意思对丈夫和儿子说 自己连一只鸡蛋也敲不碎 丈夫与儿子吃了用三只鸡蛋煎的蛋 而不是四只 妻子说 人家只给她一只不新鲜的鸡蛋 也许已经坏了 所以她故意没监进去 第二天 她那个大学生儿子 把几个烂西红柿和那只鸡蛋放进包里 因为那天有部长来参观 那个部长诡计多端 他想与大学生们见面 让他们鼓掌欢迎 大学生们商议好 给予他应有的欢迎 当那位部长一出现在学校门口时 烂西红柿和臭鸡蛋 朝他劈头盖脸的扔过去 那个工人的儿子瞄准了部长 把那只敲不碎的鸡蛋 朝他的前额扔过去 只听见 啪 像是打过去一块石头似的 部长应声倒地 大家把他抬出去 用冰水袋敷在他的额头上 因为部长的前额正中 长出一个大骨包 尽管用冰水敷 他那个肿包越来越大 活像犀牛的脚 打从那天以后 部长再也不接见大学生了 也不再去参观什么开幕式了 因为不管怎么冷敷和治疗 部长额头上的那块包 怎么也消不下去了 生活里总有很多的理所当然被一再打破 也有很多的虚无 成了坚定的追求 打不碎的鸡蛋 给了一颗蛋 怎样的人生呢 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 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365读书 收听更多主播音频 我是潮雨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